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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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强哎 我们现在对里面那个沙底 如果我还是不做的 大家可以看出 你看 你看我还是可以搞定他们的 真的要不是靠我的话 那个也不会这么低血了 你看哇 那个设计叫我来做的话 肯定不可能做得到 我虽然都是习惯直接把球拿进去 我也没有想过练这些东西的 真的 我觉得有时也要练一练 实话说这个小老家还是可以的 他还是有打点伤害的 不会太差了 实话实说 那我其实大招最后好像也没用 上位 哦哟 还是没有呢 我也不太记得了 之后呢 就平常变得 哇 那一下 那些敌人一定在想 为什么对手这么强呢 我相信 假如我是对手啊 我肯定会想这一点了 嗯 真的 你看多快就赢了一场 之后呢 任务就完成了 之后呢 我就开始决定 嗯 用来开始上我们的金库啊 金库呢 在这里我就选择公牛 因为公牛加金库 喂 我是先选择公牛 因为他只要赢一场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我先检查一下地图了 这个地图我曾经有一次玩过 他他为我打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我这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对手都比较投射型很容易逃错过 不过呢 我们这个雪地防御还是不错的 我也给了他们场一定的伤害 虽然说我们也并不是直接赢啊 不过也对 也许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模式线 尤其是这种地图很难保持百分之一百的 真的 虽然说我也有成功过几次了 哇 就这样跳下去 这伤害是很很强的 那这时候我们金库就在那里被打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把我金库 我认为就是那个 还是看得出雪地用了个大招 之后呢 我就想去挡他们了 那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老 我们那一边队的老麦子不停的大伤害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更加去帮那个老麦 帮他们而不是这样干了 不过还是赢了 那就没关系了 那这时呢 就先整理一下 就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店里有点什么东西啦 嗯 之后呢 其实没想过买武装 妹妹 武装有点贵了 之后呢 这些都比较贵 就呢 下一场我们就用公牛开始了 因为公牛 我认为公牛打金库是非常棒的 怎么来说呢 转正公牛是话打金库啊 那些都比较强的 比起一般英雄啦 之后呢 这一场呢 就是主要 更加 怎么说呢 挺好的 打来是不错 我认为啦 但是我实在不懂 当时我 当时我是怎么杀死那个谭尸的 那谭尸呢 躲在后面 以为自己还能活着 没想到啊 谭尸一定在想 当时谭尸一定在想 我一定要报个仇啊 要不然 你这样杀死我了 我怎么能行呢 当时我也不懂 为什么 谭尸这么 不开心啦 不过 我一去有 冲 当时我并没有打得太高的攻击 因为那个谭尸不停的烦人 谭尸真的有点 他伤害很高 之后呢 我队友又比较好吧 怎么说呢 之后呢 我就慢慢的冲了过去 好吧 那个谭尸 你整个大招你都没了 哎 有没有注意到谭尸 之后呢 我就发觉 原来麦克斯一直在这里干 那 那这样的话 我就帮手吧 那他们那边呢 就真的开始了很多 居然他们三个人 我们还是有优势 嗯 之后呢 就下一场啦 这里呢 我的确有啦 但是说 我其实现实只抽到 那个武装兵 并没有抽到另一个 在生涯几场中 都有遇到公牛啦 公牛的确不好打啊 这个公牛跟我重击 所以并没有菜男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 没错 我还是 之后在一个帮助下 把这只公牛给搞定了 我原本有想过冲的 假如我有武装的话 我会冲的 但是又是因为我没 但是那只公牛有那个武装 哎 真的很烦人 其实这样是假如 我有按下武装的话 我还是可以去打得更多的伤害 之后呢 就有两个 暂时来说最高伤害的英雄 真的狂打了一阵 语言快多了 还是这样 那突然来说 差不多了 嗯 之后呢 就 就第四个箱子了 那这一场呢 就 这个是公牛 是 明天最后跑了 还是有武装配件 所以这一场的确 是打的三场中最难的 不过我们 这个能力自信的帮里 还是 干得很棒的 把对手的伤害 这是打了50个percent 那 剩下的其实都是大约 像最后期的伤害 其实都是我来干的 这公牛真的很烦人 这公牛也是打了至少40percent 先别说他有那个队友了 再说 他那 他还不停的开武装配件 配一星 开武装配件 完全你弄不死啊 不过还是 没死 不用想了 我还 假如我没开武装配件 我反而可以更快拿到那 因为其实我撞击能力就够了 我也没想说什么对那个塔拉实话 之后呢 那个塔拉肯定就要回家了 这时呢 哇 这边已经 哇 达到一个4 5个percent 所以当时也是比较难打了 那我觉得我应该说几个大招就过去 来来来来 别走公牛 别走公牛 这时呢 我就把公牛给搞没了 假如大招 这时能远一些就好了 这时候 哇 感觉就好紧张了 搞赢了 那这场呢 还是不算很难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